對象還是紅燈 計程車就急著回轉 沒想到意外就發生 再下一秒 一台機車一面撞了上來 小黃也失控 一頭撞上紐澤西護欄 灰綠色機車 整個車殼破裂 零件碎落一地 就連騎士的安全帽 還有鞋子都遺落在現場 地上還留下斑斑血跡 另一端的計程車 也撞進紐澤西護欄 右前方保險桿 脫落連後照鏡都掉了下來 現場出動搭拼氣節 隊員也出動脫掉車 到場協助清理 撞擊瞬間力道之大 場面讓人觸目驚心 這起暗夜車禍 就發生在18號晚上10點多 45歲羅信駕駛 開著計程車載客 從台北延平北路六段 開往通河西街二段路口時 疑似唯一規定 左轉與35歲的誠信騎士 發生捧撞 銀小課上面的駕駛級乘客 都沒有受傷 機車的騎士 爐內出血 昏迷送醫救治中 雙方的駕駛執照都正常 銀小課的駕駛 經酒車和酒車指揮力 巨烈撞擊導致誠信騎士 當場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好在緊急送醫急救治後 撿回一命 警方也呼籲 且無貪快 否則一時搶快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靜新聞 侯瑞李阿光雅麥慎龍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